世界卫生组织WHOIP长期忽略台湾 17号就在日内瓦总部的记者会上 却是一改先前的态度 首次公开称赞台湾的防疫表现 也再度辩解都有进行电话的会议 定期跟专家来交换意见 但是一提到能否以观察员身份来参与世卫大会WHA 他们却回应说这并不是官员的权责 得交由会员国来决定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透过推特批评WHO 当初就是因为忽视了台湾的电邮市井 才会导致疫情的大爆发 一改先前态度只要提到台湾就断线 世界卫生组织WHO17号在日内瓦总部记者会 首度公开称赞台湾的防疫表现 我觉得它很重要 台湾和台湾医院的健康协议员 他们已经提到一个很好的公共健康 例如世界医院的健康协议 这是一个问题 在台湾医院的组织决定 不过对于台湾能否参加世卫大会WHA 专家回复则是四两拨千金 强调必须有会员国决定 并非他们职责 而美国总统川普也透过推特发文 再次质疑WHO为何忽视台湾 在去年底提及病毒可能人传人的市井电邮 又在一二月期间多次给出不准确 又误导性的发言 等了这么久才采取必要行动 至于彭博专栏则引述美国外交官说法 表示美方曾向WHO提出要求 包括让台湾参加WHA施压 让中国提供完整早期病毒样本 期盼能更透明公布病毒在境内扩散状况 由于秘书长台德塞拒绝 川普才会采取中断金元手段 专栏也分析此为高风险策略 就连CNN主播已帮忙发声 十分惊讶民众能够外出 过着盛长生活 台湾一连串优异的防疫策略 大大提升世界能监督 记得藏合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